大陆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相关丑闻 在他下台之后 也有越来越多的辛辣秘辛 被陆陆续续给爆了出来 而且这些消息还越爆越夸张 越爆越警报 最新的消息指出 他跟妻子谷开来 为了要铲除阵敌李延峰 他们居然策划2002年大连空难 结果在当时造成了包含李延峰 在内一共有112人不幸死亡 2002年大连武器空难 竟然也扯上了薄熙来 根据华文以及外籍媒体 引述博讯新闻网报道 薄熙来涉嫌策划铲除阵敌李延峰 2002年5月7号 北京飞往大连机上 李延峰搭子班机准备探望 人在大连的先生 一名买了7个保险的乘客张批林 疑似引爆一瓶汽油 机枪起火后 飞机爆炸坠毁 机上112人无疑幸免 而被怀疑幕后策划的薄熙来 在当天前往德国有了不再常证明 当时薄熙来是大连市长 李延峰则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人事司司长特别助理 他和丈夫韩小光 一直是薄熙来的眼中钉 只是为了所谓的铲除一己 就策划空难 让一百多人跟着陪葬 有点匪夷所思 薄熙来遭解职后 被爆出所谓密文 越来越荒唐 可信度 还有待考验 一电视综合报道